影片感觸也蠻多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上海的学校 就是我们在上海 浦东有上海东方建议双米学校 当时候在上海四国会 我也带全家人去啦 在那边也一个月 那刚刚各位有看到这个就是 将来有一天 可能我们也会去那边办活动 那今天主要我们就是让各位去了解 早上待会尼老师会继续讲 我现在参加就是说把一些重点再update一下 还有有些事情要请假 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课程 刚刚尼老师讲他们在做的活动是什么 然后如果今年暑假行动学习 我们在7月底要在这边办 英与零对结合的课程设计 下午就是会在讨论这件事情 怎么来发展这样相关的 这些课程设计活动 这个是今天主要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在最后 我会去谈这一次我们在国家教育研究院 有一些新的发展 包含社区大学全国处境会那个 那个主任也有来上课 谢国欣谢理事长 就是说新的社区大学跟学校新的结合 新的模式到底是什么 这一次我们都有讨论 也有一些实作的可能性 那这个是在跟各位去 让各位去了解 那想请教各位就是那个 因为我要订便单 在座各位有没有吃素的 你吃素的 好 这样大家来 好 来 那我带你出去 等会儿去 刚刚那个李老师 李老师 他蛮特别的 就是他学校高次大 后面你有到美国留学 美国读书 然后回来 婚商科技大学 教学 然后觉得这样交换 就不是他的理想 所以他自己办学 你把他当作 他二习自义学 就是另外一种 所谓圣经小学 他的办学里面 是这样的学校 但是他的立案 他也有设法 也有补习班的立案 就好像说人本基金会 人本基金会有一个叫 数学想想 也是用补习班立案 所以补习班不等于是不好 补习班有两股跟二股 两类型 但是大部分台湾的补教育 都叫二股 第一小孩子读书 他就没有自主学习习惯的养生 只是碍于台湾的马云套 相关的配套要去处理 但是 现在台湾到开启一上门 一个叫非学校型态的实验教育 我们在公立学校以外 另外这第一轨 第二轨叫私立学校 第三轨叫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 人类没有这已经出现了一个名字 叫做华德虎 台北政府一千的小孩子 你世都没有去学校 一样有文凭什么 都有 这个就是说 他把概念说 我家自己就是国际学校 我怎么来发展 直接下班 我下午再跟各位发发这件事情 那我们掌声再来 欢迎李老师 谢谢 谢谢